那公正党梳理主席拉菲茨表示 西蒙将确保在第15届大选当中 不会出现成员党或合作对象之间选区重叠的情况 特别是公正党跟大马民主联合正线穆大之间 他说公正党跟穆大都想避免重演 柔佛周选拉近周袭谭布隆的事件 因此两党都会进行谈判 尽可能为议席分配仪式达成共识 他也透露自己将代表公正党领导协商工作 拉菲茨也说穆大提出跟西蒙展开政治合作的申请 不会影响近期即将完成的议席分配的协商 那这个事件的背景呢 其实就是今年三月举行的这个柔活选举 那穆大先前呢 就是曾经表明说不会上阵在野党的议席 但是呢 监中A是一些协商一些谈判失败了 那穆大就派人上阵这个拉庆周袭 跟公众党对抗 让这个议席呢陷入六角战